本週的主題是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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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世心廣殿你不知道的 事件是 泰監的秘密幻眼 哈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泰原 我是保健 我們是 泰監 今天要來做宿市面廣殿 是因為被很多人這樣叮叮叮 喬喬喬喬 大家很多人對這個科系有一點 幻想 我們現在出貨大家的popo 沒錯 你們大家是不是對世紀廣電就充滿了無切的幻想 fantastic 我們就 一個一個把他戳破 No 好啦 我們還是有一些好話 我們就是比較中庸知道 中庸一點 就是我們看到什麼就告訴我們 對 我們不會作假 我們就講真的 那我們就先幫世紀廣電做一個基本的自我介紹 好啊 現在算是私校第一的 傳播消息 是啊 七啊 用第一名 傳播科系 是是是 就是世紀廣電 我們總共分成三個組 廣播組 電視組 電影組 你可以學到廣播 然後電視 戲劇非戲劇都有 然後還有網路捏音的東西 跟電影 還蠻多元化就是跟其他的大船 消息來說 其實系統應該算蠻完整的 別的學校可能要廣播沒廣播 要電視沒電視要電影沒電影 要新媒體沒有新媒體 我什麼都有啊 我是包羅萬下 好可愛 好可愛 好話講完了 哈哈哈哈 現在我們有十點 四季廣電都已經裝裝了 沒有啦 欸 校長你看到不要罵我們 要看到這邊去學校檢討 對對對 開玩笑開玩笑 好那首先第一點什麼呢 第一點就是 人很多 剛剛講到說我們有廣播電視電影 電視組有兩個班 什麼四個班 一個班有幾個人 六十個 很多欸 一個年紀只有兩百四十個人 你一開始入學不會覺得這麼有感覺 是你可能在跟高同學交換 我們班六十個人裡面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就會傻眼說 蛤 蛤 你們一班有六十個人 就別人可能一班只有三十個人 然後只有兩班 對 然後我們一班有六十個人還有四個班 還有四個班 就我們一個戲就是兩百四十個人乘四 就一千多個人的存在 就是張海政策 非常的龐大 人多在在躲什麼 但後來就知道說人多是必要的 因為你做什麼都一定要團體組 對對對 因為拍片就是一個劇組版 就是很適人厲害的事 第二個呢 就是在世心裡面 算是有一個特殊地位 哈哈 也不是講特地位 是說 因為世心有很多其他的戲 可是大家都知道 世心有名的就是廣電戲 所以可能體育課 同時課 收一點名來廣電戲 然後大家不會來講 我跟你說 這個我有三個禮物 因為我去俘系 我俘的是公共關係廣告學系 老師點名說 廣電戲 怎麼會來俘我們學系啊 所以用那種口氣跟我講話 所以你覺得說 啊我服氣錯了吧 然後你們說 喔我想學到更多的 我們還說 喔也是啦 畢竟廣電戲沒有在教這種東西 很容易被這樣都酸戲 然後我們不是很容易被拍擠 畢竟學校和大部分的資源 都砸在廣電戲身上 我們還有獨棟大樓啊 對對對 然後教學資源中心 幾乎都是廣電戲的東西 很容易被大家針對 第三個呢 就來進入一下我們的作業的部分 好 我們拍作業的地方就是在拍片 有點像微電影的感覺 對短片啦短片 對可能就五到十分鐘 十分鐘 這樣然後大家就是會寫本啊 然後你要去把它拍出來 這種作業呢 第一個致命商是很少錢 你仿拍花多少錢 花兩千吧 我們好像也花兩千塊 那你青色花多少錢 兩千我還三千吧 我還四千多 而且這個我們還是小人 我們已經算小粉經營了 電影組一組大概花到四千到八千不等 電視組也有花到一萬多塊的 是一個人喔 不是一個劇組喔 對 一個劇組大概可能大概八九十個人 你就知道拍副片要花多少錢 所以是你入學一個學期大概是六萬塊 不包括你所有初期的費用 就是你要額外再加 bonus 加上去 等於一學期就要燒掉你爸媽不知道多少錢 或是你自己打過辛苦賺了多少錢 可怕 大家可以好奇這錢是哪裡來的 就是演員費 演員費很貴 因為大家演員都是真的是去辦試鏡會 然後外面的一些專門拍寫生製片那種 再來是場地費 我也要不行 所以大家寫本的時候都很謹慎 不要去寫一些奇怪的場地 最好就是寫什麼家裡啊 學校就那種 你用人型可以獲介的到 有什麼怪戲啊 路邊可能就是事情請一下 千萬不要建什麼咖啡廳 要寫的 要雙界的場地 很麻煩 再來一個就是器材 對 學校可以提供的器材有限 然後大家又有點很要求 就是 雖然這個作業拍完就十勝大海 但大家還是會希望用好的器材去拍 然後就要外界 外界一天就是 一千來計算 所以那個 那個錢算下來真的很可怕 再來就是那些零零種種的 零零種種的 火食費啊 你不要小看火食費 聽起來就很可怕 火食費 瞎起來也是很可怕 對 因為你想想看你不可能 一個距離那八九十個人在跑 一定會發出 就你可能也就發了七八個 就是要包三餐這樣子 然後發零零就是有個PayPal 就是一定要發下午之後 就不用包五餐 發零零的時間很重要 大概就是要發他們 適合午餐再來的時間 然後到晚餐之前 晚餐之前就請他們離開 就不用負面當 對對對 請他們喝個賣香奶茶 大家要注意喔 那再來第四個呢 就是會 會到處欠人請 你就延續剛剛拍片的部分 沒錯 這個真的是有個卸身之後 花在我身上 上一次出擊 然後我們要拍照到高中校園 老師的辦公室的場景 其實高中校園很好申請 就不管是操什麼教室 真的是你透過卸身申請書 就可以寫得到 但是老師辦公室請問哪個學家 會願意放心的交給你說 喔沒關係你們用就好 用老師的錢或什麼什麼 都放在家裡換東西 機密文件啊電腦啊 對 不可能說你想請就可以申請了 然後我就只好透過我高中 跟老師的一些私教的部分 跟老師求請拜託啊 再透過學校走一些 校長啊秘書 就很麻煩一些手續 就好不容易水到水中 就給我借帶來某個時間 然後去拍攝 結果呢都拍完了拍完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不對勒 直接把垃圾給我丟在裡面 然後還被老師抓包 我就要拍照 老師隔一天就拍照給我說 這是你們丟的嗎 好丟臉喔 這真的很不好意思耶 這樣我怎麼辦 然後只要一直跟老師抱歉 每幾天就本來帶新馬克過去 賠罪 哈哈哈哈 蛤 這真的是會到處欠人情 對啊這很糟糕耶 而且就算沒有闖過 還是欠人情 對 借場地真的很麻煩 不是說你一個場地給他而已 然後拍攝的時候要進很多器材 然後很多人 然後還要有一間空空蕩蕩的 演員休息室 你一定要有一個地方舒舒服 讓演員休息 就變成說你不只是借那個空間 你要把那個空間的外面 四面包起來 用的淋漓盡質 而且一定會弄髒 絕對會髒到爆 因為大家初期就是已經變得很邋遢 沒有人會那麼注意整體 反正一定會把你的房間可能會弄亂啊 或是什麼 那搶婦可以搶婦到什麼程度 真的就看劇組的良心 所以如果你去借場地 你剛好是去借場地的那一個人 那真的是很吃人情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 跟Lelicoco上的道具的部分啊 美術道具 美術很麻煩 跟你借一個東西啊 跟你借一件衣服 跟你借個什麼什麼 到處借 然後你都不知道你拿不拿得回來 對 真的 而且因為他拍片前置會拉很長 就明明可能3月要拍攝 可是他1月就先幫你 跟你把道具送走 對 那其實這就還好 因為同一間就是互借 對 美術真的很麻煩 大家不要以為美術就借一兩個東西而已 沒有 比如說我們要陳設一個房間 你可能今天就是接待一個空的 一個空的空間 你要把房間裡面所有的Lelicoco的東西 你都要把它布上去 對 有什麼一個小書櫃上面 可能要有一點小東西啊 就是要依照角色的人物設定去判斷 牆上可能要一些小裝飾啊 然後可能這邊要有一些鼻桶的部分啊 對 有很大東西 也有很小的東西 都是美術要去陳設要去借 所以真的會借很多東西 你說美術要提一個美術箱 一個行李箱 真的是小case 通常是要借一個卡車的 通常是一個發財車 對 一個三噸半 第五個呢 要延續了剛剛座椅的話題 行動能力很重要 就有一點像大家挑男朋友 可能會挑那種有車的 有車的有房的 對 拍片的主流呢 大家也會盡量要挑有車子的 因為我們就要轉場還是什麼的 如果你沒有車 很不方便 超級不方便 沒有人跟你拍片 還在那邊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就只有我們這個劇組 每次都是找到就是沒有交通工具的 我每次就是搭公車搭捷運 然後就背得很重 很累 但器材真的很重 所以有車就很重要 而且一定要有一個會開車的 然後最好家裡要有兄女車 然後就可以把車子開到學校去 把它器材運上去 器材就可以舒服的坐著車 到你的拍攝現場 然後其他人可能就是舒服的坐著摩托車 到拍攝現場 這樣比較不會在通勤的時候 要消磨 消磨體力真的很那個 因為你拍片就已經很累了 然後你在轉場的時候 又要在那邊 很麻煩 很累耶 所以在廣電系裡面的交通能力很重要 如果你的那個有交通能力 就是你也會騎汽車 或是你也會騎汽車 那個公司你就會贏一大一半 就只要你會開車 因為你會當分母 然後又會開車 對大家就死都要跟你一起 像我們兩個就是又不會騎車 又不會開車 只會做到老婆子的那一種 那就是謝謝老婆子 有一點給我摘騙 謝謝你 謝謝 第六個呢就是 講到這個就覺得有一點痛 我們右下角就是 快一點點 有一點痛 週期性的爆肝 我們真的是爆肝系 但是有時候會有一些時間 看到我們閒閒的時候 對 期中考 期中考之後我們真的好閒喔 因為廣電系其實不太念書 大家都在考試的時候 但我們不太會有期中考 對 這件事情 就算要考試也很簡單 老師基本上不會再念書這件事情刁難我們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什麼書可以看 不是說不考試是老師可能會 重點提醒你說可能要考哪期 對 老師蠻浮的 就是我們要考試 可能就是花個兩分力氣準備就可以了 然後要考試的科目 可能就是兩三科 不會再多 但其他科系可能就是每一科都要期中考 對對對 像可能一學期選修大概12堂課 13堂課 但是其實真的要考試的可能就兩三科這樣 對 但是不要以我們很閒 我們整個學期都在期中考中 就只有期中考中 沒有在期中考中 對 我們就是不管是初期或是報告 我們報告也是非常的多 我們只是不考試而已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就是很閒 老師不刁難你 可是他總要打分數 所以他不讓你考試 就讓你做報告 然後初期又很麻煩 你知道初期的前置期真的會拉一兩個月 那一兩個月也不是說就是擺在那 是真的有每天都在忙碌 每天都有人在忙碌的前置期 然後就會爆肝再爆肝 就是你真的都忘記什麼叫做睡覺 一陣子我真的是會忙到說我某一天 就可能那個禮拜幾乎都沒有睡覺 可能就每天就是晚上咪一個一個小時就起床了 某一天我可以睡四個小時 一杯 就是你到最忙的那一段時間 突然有一天你事情做完了發現 我還可以睡四個小時 我直接感動我勒 有的感零表提起不知所 對很誇張 就是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 尤其是在初期的那幾天 大家幾乎都沒有來睡覺 沒錯 就可能你就可能發三天初期 你可能晚上就是睡兩三個小時差不多 我就起床了 所以勸大家乾先護好好不好 護乾聖品不要省 沒錯 第七個呢 蠻好笑的症狀 就是 外觀跟心靈都很易老 因為我覺得大家很容易對人生感到心累 就是因為你念廣電其實會有很多內心的糾結 因為大家可能一忙都回不了家 就是沒有辦法回到書 什麼都不怕 對去討點性情 然後你就會覺得對爸媽很虧欠 然後又很窮 你就會覺得 幹過人生百態 又嫌不下來 對 你真的會變得很易老 而且你在忙碌的時候真的會不休編 然後又很累 所以你就會長得越來越滄桑 越來越醜 欸就是多一層黑眼圈啊 越來越沒有精神 越來越像老人家 然後他的心態很老 這一個我深刻體育到心位 因為我是戲學會的 對 所以我辦活動的時候 我認識一些其他戲的朋友 就一開始可能沒有其他戲的朋友 還沒那麼有感覺 認識一些別的戲的朋友之後 你可能滑他們戲的時候 發現大家都過得很快 大家都多彩多姿欸 大家的人生都很精彩 就比如說 有一次我們拍片 我們拍片會有一個週期 就差不多初期 都是那幾個禮拜 那幾週 對 某一次的初期好像是 跨年前一陣子 就好像拍完之後隔一個禮拜 就要跨年 嗯 我跟你說 跨年那一天 我看了我所有廣電系朋友的現實 你可以想看這個年紀 真的就是大學生的年紀 真的是就算沒有跨年也在圓 跨年怎麼可能放過 對 全世界都出去玩 就只有廣電系的人 待在家裡睡覺 哈哈哈哈 大家就是趁著不別 是白不別 對就是真的只有這個時候可以休息 你不覺得這樣真的很像 四五十歲老人家 就是跨年待在家裡睡覺嗎 我那天真的很累 我大概睡到晚上七點 然後起床 然後我就看今天三十五號 嗯 我就打電話給水元西子 跟他講說 我最後一天要被我睡掉了耶 怎麼辦 我真的最後一天要自己過嗎 嗯 然後我們才就是三五個人 去了某一個人家 然後也沒幹嘛 就是最後的時候 一起四三二一 然後 然後這樣 大家也不是狂歡 也不是耶 是 很冷靜 然後可能煮個泡麵吃 然後順便拍作業 然後我們還有在拍作業 就是那時候有別體的網路營 真的喔 就是連跨年那一天 大家的生活都這樣過 然後 對比其他戲的可能就是 去看煙火啊 去夜衝啊 去那邊玩啊 去看日出啊 對啊去幹嘛幹嘛幹嘛 就只有廣電戲的人 待在家裡睡一覺 就算你隔頭魚一直在家 不會離開家 很沒有活力耶 可是我們這個時候很沒有活力 如果我們辦法羅動 會超有風力 對 我們就是實際要撞給你看 就是我們 廣電戲的人都瘋了 就大家都很活潑 我竟然很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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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竟然很懷疑 因為我竟然很懷疑 你在什麼帶一塊 大家那一塊 就你知道會有一個中間值 然後會分開 這一部分呢 就不斷再把這塊拉過來 就屬於就是 把它拉過去的那一群 我是會拉過去的 我是會拉過去的 我以前可能沒有這麼三八 而且有氣質的很 對勒 結果力就會變成這樣 第八點呢 就是學生的主動性非常高 很自主學習 學生大部分 在學校學到的事情 都是自己學的 比如說什麼初階的技能啊 起始學校的課程 我們只是說有限 就資源比較少 可能跟你想像的不太一樣 你以為進來管理器 就是跟你說什麼 來這個怎麼使用 然後那一到時候拍的時候 會怎麼樣 那一關要怎麼打 那一時候要怎麼收 或是你美術成長 就要怎麼承設 或是你的攝影鏡頭 擺在哪個位置 基本上我所認識的專精 可能攝影 專精 收影 專精打等等 都自己學來的 跟學校的課程比較沒有關係 比較沒關係啦 就是你可能要自己去跟片 去跟學長解的片 或自己請教的高人 然後反正就是 大家的自主學習能力都很強 可能因為發現 學校的教育是有限之後 就會變得很緊張 你就會很怕自己變成一個大飛 他自己跟不上邊 你就會都學西學 所以就變成說廣電系的大家 什麼東西都是自己學得很厲害 沒有 不是 所以就是你進到這個地方 就是要當自強 第9個呢 第9個人就是讓大家又愛又恨 有才華的人 很多 這真是一個人才積極的小社會 第一個我們人多 我們這一個戲就有一千個人 然後什麼樣的人你都找得到 會唱歌會跳舞的 因為就是很普通 這真的是已經算是入門款 然後大家很有才華 比如說很多人很會拍照 拍照真的是一門藝術 你只要把一攤照片一打開 某幾張你看到就要誰拍得特別好 看的就要是誰 然後還有很會剪輯的啊 什麼特效要做的 我們的人才真的太多 而且是各方面 你找得到都一定有 很會修圖的啊 很會樂器的啊 手繪專家 多贏也是我們學校的啊 可能還會編曲人才啊 就顯得我們很愚昧欸 那再來最後一個呢 第十個就是 這個說法其實大家應該都聽過 我們只是給他再證明一次 對 因為像我現在實習的單位 電視台裡面真的是 所有都是世信來的耶 管理系也一定是佔多數但是 世信來真的是非常的多 還有其他就是傳播科技 傳播就是世信真的是 我們大概會接網路娛樂公司 裡面也幾乎都是世信的 這個市場比真的是高到你會嚇到 就以前人家說的 你可能是感受不到人生 可是你真的走一個人 當你真的插進職場的時候 你就發現真的是真的 你只要待在這個行業圈裡面 說你是世信廣店的 欸學弟欸學妹 你們可能就隨便聊個什麼 然後收回紅像啊 或是顯示啊 對啊 你就聊個幾個 就是 Keypoint 你就馬上跟人家連結拉起來 馬上就連結 因為其實這個行業 人員人脈又很重要 所以世信的校友圈真的還不錯 對啦 終於講好話了 都最後一點人來講好話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會整的十個世信廣店 一定要知道的時間是 會的不是我覺得世信廣店 還是個非常棒的消息啦 自己讀下來會覺得還蠻充實的 跟別人的大學生活都不太一樣 就別人可能就是 讀書 有點像高中生活的進化版 就是時間到讀書 時間到讀書 可是其實我們 很自由 很自由 你的時間經常都自己分配 不太會有什麼 老師在後面拿著鞭子這樣打著你 頂多就是初期會給你一個週期 那時間都是你自己安排的 所以這個時間安排就會變得造就大家 很容易拉開差距 對 就如果你很努力的人 你真的會變得很厲害 那如果假設你今天真的是很廢人 就是真的會廢到谷底 你真的會在這邊很舒服的廢到谷底 然後可能可以順利畢業 然後就是 就可能就踏入一些不知所謂的行業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充實自己 就是你覺得你對自己真的有熱情的 我真的很歡迎大家過來 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可能是對這邊 有一點問號 還有一點迷惘 還不太確定的話 那你可能真的要想清楚 對 因為你很怕進來 這邊的生態真的會有一點刺激 所以有熱情的再來 這是最重要的 對 可以來到我們的選弟妹 耶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興趣 你可以參加 分享這支影片給所有可能想要來念廣電系的寶寶們 歡迎歡迎歡迎 好 那我們今天太閒的迷迷花園 講到這邊告動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耶 來吧 剛剛講到哪裡啊 剛剛講到 忘記了 隨便了 好 總之呢 我覺得新網易是個很棒的學校 是你的學系啦 謝謝